至于在霹雳以保八站新市政商业区的商贩们 常年面对粪便污水渗漏出路面的困扰 市政厅、英达历史机构以及发展商更是齐齐上演脱自觉 互相推脱责任让商贩投诉我们 这批商贩今天在行动党八站区州议员黄文彪的带领下 在现场举牌抗议要求当局着手处理 居民控诉排污系统故障产生的难闻气味已经导致顾客量骤减 部分的商家就索性自行改装把排泄物直接排到沟渠 但这更加剧了难闻的意味 黄文彪表示之所以会发生互相推脱的情况 是因为这个地区1994年取得入伙值以来 排污系统归水管没有妥善交接 商贩在交涉的过程中 医保市政厅回应这是排污公司应打利水的责任 但应打利水却说交接文件没有处理好 发展商则喊冤已经领养了20多年 不应该再继续承担责任了 黄文彪就认为既然医保市政厅有征收门牌税 那么责任就应该由市政厅来担当 你们听一下啦 好